感情世界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今天我们来聊两个话题 一 以形化债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的 贵州六盘水水城区的官员 在时隔六年之后二次落马 这和被关押小半年的女企业家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大陆的一个行业突然开启了大清洗 这背后牵扯了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饭碗 但这背后的推手却是中共当局 中共这是打着什么算盘呢 我们今天先讲讲被贵州政府 一行化债的女企业家的情况 六盘水女企业家马一加一 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被刑拘已经快五个月了 也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 中共当局的最高检介入该案 也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但是这个案子还是没有任何下落 马一加一依然没有被起诉 但是被关了小半年了 人没放 欠的钱也没还 难道中共当局这又谋划着 或者说找到了新的一行化债的思路了吗 在舆论的关注下 中共这头儿可能也是自己知道 即使不同往日了 现在想悄无声息的蒙混过去 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也不敢一声不吭了 所以3月19号 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说 六盘水市原水城县县长 原野域海警区管委会主任王尔滨 涉嫌严重违法 正接受监委调查 大家乍一看到这条新闻 第一感觉是不是 哟 这不是水城县吗 就是水城区 六盘水女企业家追讨工程款 被寻衅滋事一案 不就发生在这里吗 而且拖欠女企业家工程款的相关项目 多个都发生在这个野域海警区 那么现在说这个主任下马了 是不是中共当局开始做事了呢 的确 这看起来是一条普普通的反腐通报 落马官员级别也不高 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了 这背后可能是一场阴谋 是什么阴谋呢 一个叫做基本常识的账号 在腾讯网上发文说 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官员落马的消息 背后其实是暗流汹涌 文章说的确 女企业家实施工程 就是在2017年和2018年 正是这位王尔滨在任县长和警区管委会主任的时候 那这不就对上号了吗 怎么能说是阴谋 或者说是暗流汹涌呢 文章继续说 这个王尔滨是第二次被查 第二次落马了 严格说来 这都已经不适合叫落马了 而是在马蹄下被二次踩踏 你看纪委监委的通报里 王尔滨已经不能成为统治 因为他2018年就因为严重伪计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连降三级任用 所以这意味着 王尔滨的政治声明早在六年前就已经终结 也不可能再涉及什么重大决策 完全是一枚弃子 但偏偏是这样一枚弃子 却在当下被拉出来再次调查 此外 王尔滨上一次被查 是纪委出手 查的是伪计问题 处理措施也是党纪政务处分 没有移送司法机关 所以作者从结果来反推 认为他犯的都是一些小事不需要坐牢 但是这一次调查王尔滨的是监察委 而且通报明确指出 其涉嫌严重违法 显然是冲着贪污受贿去了 2018年落马之后 王尔滨手上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利 想贪腐都没有机会 那么要查贪腐受贿 他也只能往之前的事情去查 作者质问道 官员落马的事情我们都见得多了 那官员落马六年之后 再次落马的事 您见过吗 显然从作者的描述和问题中 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背后 有很多的疑点 既然都不关他什么事了 为什么让他再次落马呢 中共或者说贵州政府背后底下 下的是什么棋呢 既然观察的这么认真 还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相信作者心中已经有一个剧本了 作者的确给出了一种推测 他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中国香气里有一种对子的打法 比如用我一匹马换你一门炮 用我一双马炮换你一个鞠 这样彼此半斤八两 可以让胶着的局面尽快明朗起来 但是有一种情况 就是用一枚弃足换一门将军的当头炮 那我就占了大便宜 很可能取得最终胜利 他说假如王尔滨是这样一枚弃足 现在用调查受贿的方式把它牺牲掉 那旗盆上可以交换到什么呢 作者说到这就不敢再往下说了 不过我们的网友很勇敢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应 有网友说把这位县长再翻出来 再修理一顿 大鱼就趁机跑了 还有网友说按作者的思路 用一个气匠换两个亿真值 而且整的原告是哑口无言 一个被告都找不到了 还有网友沿着这个思路继续猜测 说会不会出现女企业家送礼行贿的罪名 然后没收非法所得 老底坐穿的情形呢 中国大陆现在是处于一个 舆情随时爆发的社会试点 中国百姓对中共官员的狡猾和手段 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 那现在百姓和企业家们 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的事态发展 我们来看一看 中共当局最终会如何了结这个案件 女企业家是定罪还是释放 欠的债比山还高的贵州政府 究竟还会拿出什么样的手段来继续逃债 欠的这两亿元到底是还还是不还呢 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大洗牌的行业 这个行业的洗牌可是牵扯了数十万 甚至数百万人的饭碗 这是哪个行业呢 就是钢铁行业 中国大陆现在是大批钢厂出现了 大规模的拆除和转让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一直追踪 钢铁行业的情况 因为这个行业规模巨大 设计产能过剩 以及就业人员的规模也是相当庞大 这个行业的趋势 也是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信号 我们先从钢铁市场的情况看看 自媒体钢铁王国撰文说 中国房地产数据依然非常疲弱 事业率也偏空 继续拖累了钢材期货市场价格 3月18日的时候 钢铁市场依然是寒风阵阵 全国主要城市卷罗现货价格部分走弱 福建三钢敏光建筑钢材价格 每吨是下调了200元 3月18日 唐山清安普方赔资源出厂 含税价是每吨报3310元 这是每吨的价格是下跌了220元 价格的下跌并不意外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经常提到 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之前我们也报道了 云南省钢铁业减产关停高炉 以求生的情况 当时已经有行业人士认为 云南并不是个案 相信中国大陆很多地区的钢铁行业 都面临同样的去产能来保命的困境 钢铁王国也在文中盘点了 近期钢铁厂大规模拆除 转让钢铁设备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文章说 今年3月12日 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披露了福建漳州 敏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以挂牌价格1.16亿元 整体转让了带钢生产线等资源 其中涉及到机器还有设备等等 还有上个月 2024年2月8日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对46宗资产进行了挂牌转让 合计金额也是达到了376.6万元 再往前看 今年1月份转让的个案就更多了 2024年1月9日 云南玉昆钢铁基地整厂出售拆除 并且分成三个标段 按批整体打包外售 根据E交易信息显示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1.2亿的底价 公开拍卖其三链钢设备项目 转让资产共计126项 1月5日武汉钢铁有限公司 公开转让部分资产 合计转让的底价是1680万元 宝钢特钢常财有限公司 也在1月2日挂牌转让15项资产 转让价格合计是1728万元 河北市钢铁大省 根据河北产权市场信息显示 从2023年7月31日到2024年2月5日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0宗资产成功转让 成交的金额合计是13.258亿元 不仅如此 回顾2023年1元级的资产拍卖活动 在全国产钱行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 和多家教育平台上是频繁上演 比如2023年12月12日 西钢集团新明特钢 在网络公开拍卖的固定资产等等 总计金额超过4.8亿元 据统计从2023年至今 从北到南大陆的诸多钢铁厂 是纷纷抛出重磅资产包 目的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因为产能过剩收入减少 减产求生的头时 卖掉不用的设备和资产 来获得资金以存活下去 那么钢铁厂这样了 相信事业的人数不会少了 目前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完整的 钢铁行业的就业数据 但是根据CEIC网站的数据 2000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251.6万人 那是2000年时候的情况 这可是20多年过去了 相信行业的就业人数 已经增长了非常多 根据2017年的数据 近河北唐山市的钢铁工业 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 就达到了60万人 数百万人就业的钢铁行业 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那么这一轮的去产能 究竟会有多少人失业呢 我们现在无法拿到一个失业的数据 但是之前在2015年 纳鱼轮为产能过剩的情况 中共当局对多个行业进行了首身裁员 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是说 计划煤矿业裁员130万人 钢铁业裁员50万人 金石不同往日 中共当局现在是不敢说 有多少人会丢掉了饭碗 之前的这些数据只能做一个参考 但是无论是几十万人也好 几百万人也好 这背后是关乎这数十万 数百万家庭的生计 不过对于这样的趋势 中共是什么态度呢 中共似乎乐在其中 为什么呢 2024年的3月13号 中共政府网发布了 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 其中就提到了要聚焦钢铁等重点行业 大力推动生产设备 用能设备 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和技术改造 作者说这一政策型号 并非首次显现 早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上 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规划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一轮大批钢厂出现的 大规模拆除转让设备 钢企设备资产的大洗牌 正是中共想要的 因为这刚好符合了中共党会 为刺激JDP而提出的设备更新的思路 的确如此 作者也说 北京在政策层面对设备更新换代力度的持续加大 设备更新需求会不断扩大 初步估算将是一个年规模5万亿以上的巨大市场 按照通知所提到的 钢铁正是这其中的重点行业 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 中共算过一笔账 就是通过设备更新来满足5万亿的JDP的增加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钢铁行业大清洗 即使这也意味着会有无数的工人下岗失业 但是在中共的眼中 却是达到它今天JDP目标的一条捷径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